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你别回头 就算他有不死之身 但是 我虽有自愈之能 但似乎不能长久脱水 陆远头还没死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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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 我带你去见太医 来 殿下 只要身自带走范蕊 陛下会责怪你的 你都这样了 我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啊 殿下 我真的没有帮安侯冒犯 我知道 我信你 不行 就算被陛下责罚 我要带你去见太医 来 殿下 我不需要见太医 我只需要你帮我 做一件事情 那你快说 我怎么样才能帮到你 你帮我去跟严陆说 冬月万里也不堪 不肯照顾 将他打入水牢 你疯了吗 快去 这 好 你等我 轻一点 是 好 好 好 殿下 我没事 我在水里稍作休息 你在旁边等一下就好 好 放心 我就在一旁守着 你有什么事就喊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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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ohol 殿下 你别回头 你裘服都湿了 又破破烂烂的 不如换我的便服吧 我放在这儿了 好 冬月就是女儿身 殿下 多谢三殿下救命之恩 冬月 难道真的是这水牢救了你一命 殿下有所不知 我这身体异于常人 伤口欲水就能复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真是个奇人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殿下 你真好 小叔 你不是说左相这人 万万不能得罪吗 怎么还是来了 我只不过看一眼犯人 左相应该不会怪罪于我 我还以为你要劫狱呢 戴上我也算是个帮手啊 你不过去 听说冯大人最近在办安侯的案子 没想到这么晚还不睡 来夜访大理寺啊 冯某答应过陛下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罪之人 有趣 本皇子也探认过自己 绝不让大理寺严刑拷打 冤枉一个无辜之人 那冯某祝殿下心愿达成 那冯某祝殿下心愿达成 三皇子既然来过 想必冬月应该无大碍 来 走 走 果然是怎么打也打不死啊 你的目的不就是让我 死在大牢里吗 可惜没有如你所愿 无限安侯一案 人证无中俱全 你以为你有了新靠山 就能免罪吗 三皇子在朝中毫无势力 你若想脱罪 还是要学得聪明些 什么人救我 什么人害我 我心里清楚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不妨告诉你 我与三皇子交恶 他要救的人 我偏不放 急着打 是 别动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这是 我自己来 有机会儿的 有机会儿的 小心点点 你走累不止 你来一个玩 换不来 还好啊 擇降了 走 走 小四 小孙 小孙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了 姐姐快走 先松开 我们快走 你收拾行囊 要去哪里啊 我 大人 我已经按照你们的供词 去大理寺无告冬月了 相爷为什么 还是不肯放我们离开 相爷让我带个话 多亏了你的供词 冬月谋逆一事 竟然在即 听说他与你有救命之恩 那相爷便做一次好人 送你姐弟两个 下去陪陪恩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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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 小孙 小孙快 姐姐快走 快走 不要 小孙 快走 小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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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 小孙 都不打算 不得了 这是上好的清茶 生进去火 喝消心头烦躁 我有多久 没见到殿下这般安安静静的烹茶了 记得当年你与我同游共息 不是便一起烹茶煮酒 谈天论地 那时候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愿意 这下腹声也不愿意 这下腹声也就给你 如果 是一个人 你太想爱了 萝卜 我做什么 你不會杀过 你得意不得意 我以为你 云朗 你是说 殿下果然聪慧 一点就疼 那个人早年确实与我不和 但是如今形势比人强 我劝殿下还是跟我一样 及早收拾 不许你 殿下光风仅月 烹的茶也是余韵眷勇 只是不适合我这种 机关算尽的小人 殿下以后若是再有好茶 就不必惦记我了 你不该救我的 你就该让他把我一个傻 这样我就能跟小四团聚了 你疯了 冯大人和冬月救了你和小四 不是为了让你白白去送死的 我对不起大人 我对不起冬月 我更对不起小四 如今我活着只是网受折磨 还不如让我以死告罪 人死了 才真的什么都没了 只要人活着 就有翻盘的那一天 就凭我吗 我明明安排你和小四 小四出城 为何去而复返 又为何在大理寺 公堂诬陷冬月 我和小四被左相的手下抓住 他与小四的性命要挟我做伪证 诬告冬月 这个案子 如今已成为冯大人和左相之争 不是你区区一条命 就能还得起的 今日是冯大人派我来救你 你若还想给小四报仇 还想赔冬月一条命 就跟我回去 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呢 带我去见大人 带我去见大人 老臣叩见陛下 免礼平身 谢陛下 朕宣你们来 是因为朕听说了一件奇事 在安侯祭祀议案中 是不是有一个叫 冬月的太史举小力 回禀陛下 确有此人 说这个冬月啊 在牢里受刑累累 可第二日总能恢复如初 是半仙之体 可是真的 陛下 这也是臣迟迟不敢斩冬月的原因哪 是吗 自从臣审礼冬月以来 胳膊一直红痛 红肿 今天早晨 更是无端破皮流血 前几日臣亲自拷打过冬月 用的就是这只手啊 是吗 简直无稽之探 区区一个犯人 哪里来这般通天彻地的本领 臣也希望赤臣多虑了 臣只求陛下一件事情 若是陛下要斩冬月 可千万不要让臣去兼斩 相也无据 不如让相也去吧 陛下 这不太合适吧 难道 左相要让陛下亲自兼斩吗 那 斩不斩日后再说 启禀陛下 太史令求见 宣 宣太史令进见 臣太史令见过陛下 免礼平身 谢陛下 太史令 你来得正好 冬月是你们太史局的人 她的所作所为 你最清楚不过了 回陛下 前些日子太史局的祖宗牌位 遭了重铸 是臣命令冬月 用海塵墓重新制作一般 不想剩下的材料 被冬月收了起来 结果 让大理寺的人搜了去 当成安侯的罪证 陛下 安侯案的关键 就是冬月房间 发现的这块海塵墓 安侯谋反的衬书 也是由海塵墓做的 陈听说之前在大理寺 作证的那个婢女 也不知所踪 仅凭一块海塵墓 就定罪的话 是不是对半仙之体不敬啊 你 不要信口之谎 大理寺办案讲究证据 陈怀疑 那衬书是安侯设计 嫁祸给冬月人 冬月 朕命你和大理寺 严查安侯 一定要把这事 查得水落石出 还有 把那个半仙 不 冬月 立刻释放 好生补偿